脚位于我们身体位置的最下端,承载着全身的重量,步履轻快,精神充沛,是身体气足神旺的表现,而当人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,往往最先感到腿脚发呈无力,脚,行气血,连脏腹,通内外,不同的部位分别投射着身体的五脏六腹,所以脚又被称作是第二心脏。 中医早就由上病取下百病致足之说,即全身许多疾病可以从足而治愈,来介绍几种通过脚就可调理的病症,眼干,揉大脚趾,中医认为干竹目,干开窍于目,干主管眼睛,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及其阴晶物质,使眼睛得以乳养,如果干不好,那么血液及其阴晶就不能传输到眼部,眼睛得不到滋养, 自然会感觉到干涩,甚至是疼痛,由于干筋起于大脚趾,所以经常刺激大脚趾可以加强干筋的气血,从而滋养眼睛,缓解眼部不是症状,助降血压,转脚腕,人老脚先摔,养生先养脚,可以说从脚腕到脚底,是保健养生的一个重点区域, 而对老年人来说,经常转动脚腕,有助于抗衰老,降血压,有高血压的人,一般会有怀部发应的症状,每天早晚转动怀部各一次,每次左右各转一百下,可以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,长期坚持,会有一定的保健作用,消化不良,斑斑脚趾,脚部第二和第三个脚趾上的穴位 与肠胃有关,按摩二,三脚趾指凤间的内停穴,可达到健胃的目的,消化不良,有口臭,便秘的患者,可以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,以达到泄胃火的目的,对于脾胃虚弱,腹泻,受凉或进食生冷食物后胃痛加重的患者,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,止咳,按小脚背,孩子咳嗽时,可以抱着孩子的小脚趾, 脚丫揉一揉,尤其是脚背,这对那些风热咳嗽并伴有扁桃体炎的患儿,有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,找到孩子扁桃腺的反射区,就是脚背上大拇指根部两侧的部位,只要扁桃体发炎时,这个部位一按就会很疼,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,按摩时做,又大脚趾都要按摩,一只脚趾按摩五分钟,并及时给孩子多喝温开水,或者淡盐开水, 孩子咽喉肿痛的现象就会明显减轻,抗衰老,长抬双脚,抬高双脚也是锻炼脚步的有效方法,每天坚持高架双脚二到三次,每次五到十分钟,就会使腿部的肌肉得到放松,心肺的氧气供应和血液回流得到加强,这对大脑和心脏的保护作用尤为明显,而且还具有抗衰老作用,脚心有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永泉穴, 归属肾经,气血从这个穴位像泉水一样鼓鼓地涌出来,然后沿着经络滋养全身,如果肾气不足就容易出现精神违密,睡眠差,心慌,心悸的症状,而抬脚跟不但可以按摩到永泉穴,还能拉伸脚底的肾经,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,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提提脚跟,每天练习几次,每次几分钟就把肾气提起来了,见脑养肾,脑脚心,人们进入中年以后,多数人会表现得思维比以前迟钝,记忆力也会不同程度地降低,很难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项工作,这是脑衰老的一种表现, 要维持大脑年轻,不妨搓擦脚心,直至脚心发热为止,再按揉脚心后,如能配合点安慰于两侧脚掌心的永泉穴,科世人精力旺盛,体质增强,这对调理中老年常见的腰腿酸软,失眠多梦,神经衰弱都有很好的帮助,静脉曲张,点脚走,点脚运动也是一种简单一行的足部锻炼法,有研究认为, 点脚运动产生的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收缩压脊出的血量,与心脏美薄的排出量大体相当,每天坚持二到三次,每次五到十分钟,长此以往,能解除久战,久坐后的机体疲劳,下肢酸胀,以及因下肢血液回流不畅而引起的静脉曲张,心火旺,按脚底,心火旺容易出现心烦意怒,口舌生疮,睡眠不加等, 中医认为,心火旺容易出现肾水亏,所以上火要补肾阴,以痒阳,达到心肾相交 脚底的永泉学是肾经的歧视学,肾气从这里生法,用温水泡脚,边泡边揉脚心,脚后跟,可达到打通肾经,萤火归原的目的,对缓解心火很有帮助, 在泡脚时,如果能加入合适的中药,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哦